嗨,我是路人 今天又来讲我儿时学才艺所经历的荒谬事件 学才艺荒谬事件下集 《匪夷所思》片 还没看过上集的观众 可以点右上角观看 《匪夷所思》的课程 上集有说过 我也蛮爱上才艺班的 也上了许多种才艺班 但是有堂课 还是让我匪夷所思 小学时期 我在班上属于搞笑艺人 专门搞笑给同学看 你看过星星吗 有 你那么你看过这种景色吗 那情色 Hmm 海晒 你看同楼呀 每天我都会想星巴失 对我的同学开型 因此也被老师归类为很吵的学生 每天午休都睡不著的那种 老师以为我精力太枉胜 《共 or 》 午休还又送到辅导班 其实我有点伤心 因为我是个能动能静的人 居然被送给辅导班 消耗我的精力 然後小學時期 有一位同學 小薛 成績很好 飽讀世書 充滿書生氣息 因為家裡住父親 所以經常一起回家 久而久之也變成朋友 很常去他家玩PS2 後來家長也因此互相認識 他們會互相分享小孩去學什麼 哪些課很棒 小薛媽就開始跟我媽推坑 賭金班 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讓你們家小路去上賭金班 會有靜倫的改變 什麼改變 成績變好嗎 我們家小薛 去完賭金班後 哇 整個去組都變得很好 難怪你兒子很有書生氣息 而且你說成績變好 也是有可能 我兒子去完賭金班 還結束一力 又變其中 難怪小薛都搬上前三名 媽媽 這跟賭金班沒關係啦 有 你自己的改變都沒發現啦 啊 你不懂啦 我媽媽可能覺得我太吵 缺乏飽讀師叔的氣質 所以決定 也幫我報名他們社區的 免費讀金班 可是我本來就是很文件的人啊 八卑 不過當時我也沒多學 反正小薛也會去 有朋友一起去學才藝 一個蠻好玩的吧 我算是中途加入的 因為薛媽說 隨時加入都可以 主要是能讓我渲染一些書香氣息 我一到板上 發現 等一下 為什麼同學 都是伯伯跟阿姨 我才知道 原來這不是青者讀金班 後來我猜是因為我半途加入 小薛已經上到比較高階的讀金班了 後來我就看到 小薛坐在位置上一臉無神 你來了啊 對啊 一起上課 這個好玩嗎 就就就就就 真的 有資産 我一翻開課本 好多字 太想哭了 一下太多文字灌入我的腦門 而且還有很多字看不懂 那種心生恐懼 好 今天 我們來念 千字文 天地全皇 宇宙空皇 日夜雲正 天秀 小薛天章 漢漢的 沙漢的 然後我也跟著他們一起自認槍原的念 天地全皇 宇宙 和自愿 日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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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F 上完課齁 小薛掰掰 掰掰 下次見囉 我不會再來了 蛤 哈哈哈哈 原來這是小薛最後一堂課 之後他要去上其他才藝班了 下一堂課 我到班上後 小薛真的就沒來 剩我一個 還有一堆伯伯跟阿姨 好 今天我們來練 千子魂的 日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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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輸我 小薛公司 任女生 日夜雲 日夜雲 小薛紋 到底是小月子 我家你在捏什麼 因為我來之前 詩集都已經解釋過意思 在那時我對陌生人都很怕生 小薛紋看到旁邊的伯伯跟嬸嬸都很烙戀的樣子 所以我也不敢發問 只能繼續跟著念 日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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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薛紋 日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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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雲 日夜雲 日夜雲 讀金辦的這些日子 是我學才藝的路上 度過最充滿疑問 最味 origin 的日子 小 你不认真吗 靠谣 书法课 小时候 妈妈为了让我更有定力 更有耐心 因此也让我去上书法课 也是免费 部分年龄一起上 书法老师是个可爱的老公公 暂且叫他书法老公公 学生很多 但因为年纪也大了 所以也不会一一过来教 书法老公公示范 大家就一撇一树跟着写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照着老师的笔画写 超级卡 超难写 大家写出来的 该间的地方写 该屏的地方 而我写出来 跟团屎一样 丑到不行 我真好难过 我也有认真上课 而且我也有学过水彩的统林里 也算是绘画图的 为什么学书法一样是张颜料 学出来写跟帅一样 我不会这么努力 我的字就是一团背景 诶 隔壁的阿姨看到 哇 你那个女生真的有得不错 我知道 因为你是左辟族 对 我是左辟族 我是左辟族 写字的笔画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何况是书法 很注重笔画的 笔画几乎都跟人家反方向 难怪叫书法老公公的笔画写超级卡的 唉呀 你要用右手写啦 才会好看 哦 原来如此吗 哼哼哼哼 跟ун 啊! 我是那麼香 難道我這輩子 跟宿法都無影了嗎 《書法》課上了後來 大家會排隊拿自己的作品 給宿法老公公驗收 宿法老公公會把可圈可點的地方 用紅筆圈起來 標示讚讚 輪到我是 你在这里写给我看好了 于是我就来个泳字办法 跟谈善一样 你不要再写字了 老师教你画桌子 你把别人压边 摸指甲两边 这样就可以画桌子 出一次要画 结果别人在写书法 我在旁边画桌子 原本想学书法 结果没想到学到画桌子 后来学校绘画课刚好教到国画 我直接全班最高分 给表光在学校布告栏 这个故事是有寓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过程品结果重要吗 左撇指的人都是画桌子 没点消息 赵冠林 结尾来几个观众投稿的 学才艺荒谬事件 由路人及小曼誓言改编 品质控管 小时候去上手蓝配客 做一做 做到一半 哇塞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哇塞 直接被老师柔爛丢掉 直接放一个新的 并且抓着我的手 做成一个碗 蛤 诶 what 书法课惊魂 由替代一好友小婷提供 小时候上书法口 古兵的同学一直疯狂吻墨汁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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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喜欢 他要不要干脆喝下去 我看了三小 踩陶 土 由替代一好友小旗提供 以前跟姐姐去上陶土课 所以那阵子家里都会有陶土 我跟姐姐很无聊 很喜欢踩陶土 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有一天 姐姐看到地上有陶土 马上跳下去狂踩 是这贸贸冲出来 我的猫猫选出来 嘿嘿嘿嘿 那是你表弟 刚刚不小心大单那边的 荒谬事件砷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观众投稿的只有做3个 但其实还有很多很Q的 大家有兴趣 最后再整理一篇观众投稿篇 如果你学成也有遇到什么荒谬事件 也欢迎留言投稿 如果喜欢我分享奇人意识 记得按个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奇人意识故事 我们下次见